HELLO 大家好,我是HELIE 今天繼續台灣網購夏天衣服的Part 2 上次介紹了兩間台灣買衣網站 今天會介紹另外兩間 為何會隔這麼久呢? 原本是Part 2 因為我買的衣服就是這兩批已經到 但是我走這間的時候 繼續去看就覺得有些衣服很漂亮 想繼續買回來 那我就加單了 所以之前我已經忍不住拆了一些離了的衣服 還有在影片中穿過出來 露一露給大家看,大家都很喜歡 不斷問在哪裏買呢? 今天會介紹,還有開箱最新的一包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吧! 首先介紹這間店買的衣服 它的網站叫做Luffy 之前我都經常在這裏買的 由冬天買到現在夏天 這件的白色上身衣服 上星期拍攝眼影collection的時候 我已經穿過了 超級多人留意到它,覺得很漂亮 其實就是在Luffy這裏買的 我現在換了上身給大家看 這件衣服做了一個大方領的設計 本身的領口是來到這個位 上面就蓬了一些Ruffles 增加了一個設計感 而且是沒有那麼低胸,沒有那麼性感 我自己覺得 然後中間呢,其實你看到有些扭是假的 中間這裏做了一個好像衣服扣扣 有兩層布的效果 但是其實它是蓬了一些扭上去的 所以如果你有一點點身材 或者你介意的話 旁邊是不會有那種扣扭會怕走乾 拋出來的感覺 我自己就很喜歡的 它的質地就是一個襯衫的質地 而且這裡的空扇位 如果你不是那麼豐滿的女生 都會穿得一個人好像有一個空型 我自己覺得是很修飾到身材 而且它的扭扭袖是做得剛剛好 最近的手臂超肥 它都還有一點點空位 不會覺得自己撞爆了這個袖的感覺 前面這些布料是完全沒有彈性的 你就會擔心 如果我不是一些很瘦的女生 怎樣可以穿上身呢 就不用擔心的 因為後面全部都是彈性布 所以是可以撞到很大顆的 然後這個網上我還買了一條長的牛仔褲 是很闊腳的 而且是有做到一些破洞的 這一條我是買了小馬的 對啦 有一點點窄 但是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矮 我怕買中馬會很長 所以呢 幸好穿得下 它是做了一個非常非常高腰的設計 我的肚臍其實是在這裡的 它已經是去到我空的下面了 之後呢 這個破洞是很明顯的 但是呢 這個就有一點點若隱若現的 對我來說呢 它就不會很貼住我的大腿 另外 腹腳方面呢 它還未拖地的 大約在腳裏1cm以下的位置左右 我覺得它的布料是OK的 不會很厚 很重 穿下去很辛苦 但是呢 又未至於我穿下去 好像完全無感 很舒服很滑 那種又不至於的 純粹是 我覺得今年輕的這些 就買來穿一下 然後到第三件 這一件也是3 size 我覺得 不知為何 超級大件 你看它的袖子 是大過我的頭 整件事 像不像那些 復古七八十年代的大燈龍袖呢 我自己穿上去呢 其實大家看下去就知道 它有多鬆 我絕對不是筷子手來的 但是呢 是雙倍了 那 穿下去看下去就好像沒有什麼 那我自己就嫌它太長 就會這樣去綁一個列 即是我不會扣掉它所有的扭 然後就會去綁列 我自己就喜歡這個形式 做一個短的Crop Top 看下去會誇張的出街 但是呢 如果你這樣看片 這件好像就沒有什麼維和感的 是不是 好像龜殼那麼大 感覺到你買在旁邊 是不是很華麗呢 這件事 好像穿了一些規格 然後來到第四件 你會看到這個吊牌都還在 它是一個飲恨來的 我自己很喜歡這一條的連身裙 它是A字的 然後碎花是好夏日 然後袖位也做得很青春 為什麼會飲恨呢 就是因為我以為自己太胖 就賺不下細碼 我就買了中碼之後 是太大條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是要一直調整這個領位 它會不斷滑下來的 因為呢 我背部這裡不對 我太薄了 背部 它就一直這樣有個孔位 那我的手袖位呢 就完全落不起來了 然後腰位呢 也是完全不貼 所以呢 它是做不到那種A字出來 變成一條直筒的感覺 然後呢 它的長度就是在我的膝蓋之上 對啦 是一個很漂亮的初穀碎花 那既然我不適合穿 就不如跟它找一個新的主人 因為真的穿不到外出 唉 好癮痕 但是這條裙是我覺得很漂亮的 然後它的顏色 然後它的花紋 還有它的皺位呢 都做得很好 大家應該會留意到 一開始有一個鞋盒 這次呢 我就買了一對很漂亮很漂亮的糖果式涼鞋 那就是今年很流行的一些韓系涼鞋 我就買了這個粉紫色 還有方頭的 它是有兩條很幼的板 那這一雙鞋呢 我覺得真的超級無敵仙氣 它的後鞋就大約有兩cm高 之後呢 無視我那些很噁心的腳趾 那你是不是覺得 我的腳看上去很收長呢 而且那個腳套位好像很窄一樣 那所以呢 我很喜歡它穿了出來的效果 踩下去呢 它後面這裡有軟墊的 所以就不會有那種硬斑斑 但是呢 我還是沒試過實墊穿出去 所以就跟不大家說 會不會辣到腳啊 那下個禮拜我就應該會穿著它出街了 那出這條影片的時候 如果你們有興趣想問 穿出街的感受呢 可以留言問我 介紹完在Luffy買的三副鞋之後呢 就到Queen Shop了 那我就會先拆這個包裹 然後就一次過跟大家介紹 拆完之後呢 我疑似買了一條很難carry的大媽長裙 這個壓軸好不好 那我就會先說一些比較優閒款 第一件呢 就是一個短板 青BB螢光綠色的T恤 這一件呢 我真的覺得很漂亮 而且我現在曬得很古銅 我已經不是健康膚色那麼簡單 我是真的古銅色的話呢 穿這一件呢 真的很sharp 這件的版型呢 是很顯瘦 然後呢 它雖然短但是不會短到走光的位置 它比起正常T恤是短了一大截的 所以呢 如果我不是穿高腰褲 是穿正常牛仔褲的話呢 那你就會露出一個腰位出來的了 而且呢 它是闊身一點 你一露腰就會有那種錯角 腰是很窄 很幼的感覺的 然後呢 就有兩件T恤 其實是普通T恤的版型 我就不試上身了 但是給大家看一下 我是因為他們的圖案而買的 第一件呢 就是一個滾邊 就是上面這些 袖口這些位置 都會有白邊的 那件衣服就是黃色 它是一個食鬼圖案 沒錯 我就是沖著這個 童年回憶的食鬼遊戲的圖案而買的 而另外這件牛角T恤呢 就是Toy Story的薯蛋頭先生 是不是超可愛呢 所以呢 我就買了它們 我經常性都會穿T恤的了 因為我經常戴著狗仔去玩的 T恤是最方便的 所以呢 就不怕穿不到的 這些衣服反而 原來我還有第三件T恤 對啦 就是粉紅色這一件 它就是一個 哈哈笑的圖案 那... 沒什麼特別的 純粹那時候很想買一件T恤 又很想買粉紅色 就買了它回來 講完這麼多 Casual的T恤 不如我們來一點點女生衣 這件我之前拍片都穿過 也是極多人問的 就是一件車離子圖案的一字領衣 好了 已經換了上身了 這件衣服除了可以這樣一字領外 其實它還可以做到一個V靈的效果 純粹看看自己個人喜好 那... 那... 它呢 是一個比較... 緊一點的橡筋 那... 所以呢 它是可以很貼到手臂 你喜歡這樣大V也可以 拉下一點 去到很一字膊都可以的 它短板得來 下擺做了波浪型 所以呢 是自帶腰線的效果 還有呢 胸位這個底是有橡筋的 所以是很貼近胸型 是顯到那個胸的線條出來的 還有這個深藍色 如果你是白的女生穿 它是極度顯白的 所以呢 我自己都很推薦這件衣服 跟著就想說我手上的兩件衣服 一個呢 就是雲錫紋的一個吊帶背心 我自己是為了這件的背心 而買這一次的衣服 我覺得真的很漂亮 一看到就愛上了 但是呢 我自己都知道自己的事 穿吊帶呢 我的手臂是極肥的 所以呢 但是夏天又很熱 就買了一件衣服 就是這種非常透的 很薄熱 但是呢 可以修飾到 遮到少少肥肉的感覺 所以衣服的質地是很滑的 完全不會磨到皮膚 還有它是完全透膚的感覺 所以呢 就算夏天很熱 也不會讓人覺得 為什麼要穿外套 會不會熱死你那種感覺 但是又可以遮到自己肥的手臂 或者一些不喜歡的肉 又有那種隨性的感覺 然後裏面的背心呢 是很有質感 很有滋性的感覺 所以呢 嗯 我真的覺得 這一套 這個配搭呢 是完全不同我想像中 要的感覺是一模一樣 很開心啊 對了 超級喜歡 好像是另外一個的我的感覺 大家平常都很少看到我穿這個 形式的衣服 但是呢 效果非常之好 接著呢 就到一條吊帶格仔的 非常闊的年身裙 這一件呢 其實就穿出來 就有那種日系女生 很文青那種感覺 平常呢 我就會襯黑色或者白色 裡面 但是今天呢 就手拿了粉紅色 剛才黑笑那件 就試給大家看 對啦 那這件衣服呢 就不需要擔心 個人會不會太肥脂 穿不下的 因為呢 它的闊度呢 基本上我大肚子 三胞胎都應該是沒問題的 還有呢 它是有袋子的 穿這類型的裙子 是很適合去野餐 然後去cafe那裏 拍照打卡 是很好的 還有我自己真的很喜歡這些 很輕鬆 不要緊身 即是 那些活動要 自己很節制的感覺 我就很喜歡這類型的衣服 然後呢 來到壓軸呢 就要挑戰這條的大媽裙 唉 為什麼我又會買這些東西呢 其實今年我知道會流行 但是 我買的時候 看照片的時候 不是這隻大媽色的 他們的圖 唉 Anyway 醜褲中 所以見家用 我換了它給大家看 紋身這條裙的質地呢 是很舒服的 你穿上去之後 是很有親膚感 完全不會覺得硬斑斑 或者很有負擔 很重 很硬 是沒有的 是超舒服的 但是呢 我覺得 如果你現在鏡頭去看 可能都OK的 然後下擺呢 是做了兩層的蛋糕裙 整件衣服呢 都是非常之寬鬆 舒服的 袖口方面呢 它做了少少的喇叭酒 所以如果你介意手臂的話 它是可以修飾到的 那這條裙呢 我覺得這個位是做得漂亮的 對 它有少少拱起 但是不會太多 那所以呢 你會覺得 手臂這裡也是修飾了 然後腰位呢 它自己是做了一個 粗的腰帶位 那所以呢 這裡就會有一個腰線 衣服和顏色呢 我記得網上也有另外的選擇 那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我覺得整個版型是真的不錯的 對啦 比我想像中效果是好的 對啦 純粹可能是要有不同的配搭 或者髮型要改一改變之後呢 是OK的 應該是穿得出街的 我想我男朋友不會說我像大媽吧 我都不知道 對啦 那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開箱了 Queenshop和Luffy這兩個網集的衣服 有服有不服 任君選擇 大家參考參考的 其實我已經開始進入抽裝的了 唉 是不是很快啊 不過應該 都還有少少夏天衣服的 但可能不用開箱的形式啦 或者 遲些大家看其他影片 都可以看到他們的出現 對啦 那今次呢 這個台灣網購夏天衣服的part 1 2 就完滿結束了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啦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會 upload兩隻新片 每個月都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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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啦 Bye Bye